另一起凌晨的大火发生在的是高雄的小港 这里一家汽车保养厂传出了火警 因为厂内存放保养机油等液燃物品 导致火需迅速的延烧 所幸保养厂在晚上七点就下班了 没有人受困在内 不过业主现在表示 自己平常都对电源等都非常注意 不知道为什么会起火燃烧 大火熊熊燃烧 大量的浓黑烟不断从铁皮工厂中 窜出 二十九号凌晨十二点四十七分 高雄小港发生一起火警 火事不断延烧场面相当惊人 起火燃烧的是一家汽车保养厂 厂内备有不少油类液燃物品 大火燃烧还不时传出爆炸声 附近民众都吓得出门查看 而保养厂的业主出门散步 回来就看到自己的保养厂烧得如此猛烈 相当不知所措 厂内的保养油类等等 大量易燃物品让火事全面燃烧 三百平方公尺的工厂都被大火占据 消防员去开铁卷门洒水降温 避免烈火持续烟烧 锁信大约半小时之后 消防人员就将火事控制 保养厂内也没有人受困 不过据了解厂内停放了三辆汽车 还有两台式客人代保养的进口名车BMW 在厘清起火原因之余 后续的赔偿事宜恐怕也让业者相当头痛 记者杨忠敏林与拉高雄报道